提起《默幻经》大家都很熟悉 当年震惊全国的暴墓纵火案 背负了七条人民的劳荣之 最近也在庭审 看似两个八竿子都联系不到一起的人 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两个人在被逮捕之后 头发都从长发变成了短发 这是案发时拍摄的《默幻经》的照片 一头黑色的中长发 但是在庭审时 他的头发明显变短了 变成了奇耳的短发 我们再看一下《默幻经》的情况 当年抓住他的时候 是在厦门的一个手表专柜 他也是留着一头长的头发 还有头发长的色 也明显烫过 我们再看一下 《默幻经》是在庭审时的发型 头发也变短了 为什么他们在被逮捕之后 头发都统一的变成奇耳短发呢 其实这是因为监管单位 方便统一管你 你被逮捕了之后 就要去掉你身上的一些个性化 你现在进来了 你失去人生自由了 你就得服从管理 该剪头发的剪头发 该统一着装的统一着装 一般男生都会要求被剃平头 或者是光头 一个月打理一次 而女生都统一被要求 剪成奇耳的短发 两个月再打理一次 另外这样做也是为了 更好的处理个人卫生 在监管单位里 人员非常集中 大家都住在一起 如果头发太长 长时间不洗头 很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的皮肤病 这其实也是为了健康着想 另外呢 短发能够防止在监狱的一些人啊 往头发里面撕长一些东西 比如说刀具 所以看到他们都剪了短发 大家也不要觉得太奇怪 太吃惊 这相当于也是一个流程 那服刑人员在什么时候可以留长发呢 在出审之前 提前一个月就可以留长发了 在我国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莫换经他一幅法 现在劳龙之已经判处了死刑 虽然他表示不服要提起上诉 但二审的判决 基本上也是死刑 无论劳龙之他如何辩解 如何在庭审时装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他都要为他曾经犯下的罪行 付出代价 我们一定要相信邪悲阿正 这也许会迟到 但是绝不会缺席